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31日 罗拔尘相信红军竞争力 在接受采访时 利物浦后为安祖罗拔尘谈到了球队目前的情况 并希望球队力争应超前四 安祖罗拔尘这样谈道 进入四月 我们没有继续在欧冠联当中 我们也没有在组总杯或联赛杯中继续竞争 也没有在联赛冠军争夺者里 这太令人失望了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位置 每一项赛事我们都出局了 但我们仍然相信 我们是一支能够在每一项赛事中竞争的球队 安祖罗拔尘接着说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在下个赛季再次参加这些比赛 而唯一的方式就是进入前四 我们还有12场比赛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决心在接下来的12场比赛中全力以赴 我们的动力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想要参加欧冠联的比赛 所以我们的动力以及我们对奖杯的渴望完全是相同的 很明显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周 我们将要与三支非常出色的球队交手 是的 这一周将是非常紧张的 但这就是你来到这家球会的时候所期待的 这些是你想要参与到其中的重大比赛 我们不想处于现在的位置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周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如果我们想要在联赛中进入到前四 我们就不能犯任何错误 当你为这家球会效力的时候 你需要处于最高水准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球会周围的人都会有很高的要求 我认为我们做到了 但本赛季我们只是缺乏一些稳定性 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 稳定性一直是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的一个词语 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展示自己 即便不在最佳状态的时候 我们也仍然能想办法取得结果 这个赛季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